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直忽略着一般人的价值 对一般人的生活的关注 在那个里面得到了一种被重视 于是大家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种影片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大家不用说 李旦结婚了 有一个很准确的预判 认为就这几个字 就可以带来五百万的流量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不成为爆款的基础 它可能损失就像一个红风 大家都来交谈一下 然后就过去了 但是真正的 甚至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里面 能形成一种传送 甚至能形成一个 大家讨论的一种品类 我觉得才是一个 真正成为爆款的基础 在我的理解里面吧 我想创作其实 就是除去了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具体怎么样去找钱 具体怎么样去拍摄 我们到底服务于 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服务于什么样的一种判断 我们有怎样的一些 对于人生的理解 或者是怎样的委屈不满 要通过这个影片得以表达 其实或许这些情绪 恰恰就是产生爆款的基础 就是因为你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你的一些情感 一些反应 当你的这种情感 和很多很多的人 在类似的环境里面 产生类似的 就是都是类似的一些 一些反应的时候 当如果有人能把这一点 能提出来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好的艺术创作的一种壳子 来把它进行一种 比较完善的这个阐述的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 大家都愿意去了解 愿意去传送 愿意去分享的一个东西 而这样就可能成了一个爆款 所以说在我看来 其实爆款并不是一个过于精密计算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如果是一种精密计算 它就一定其实是一种 在模糊的这个体系里边 来判断整个这个社会 大家其实需要的是什么 很多年前啊 像何老师都知道 就是当年陈萌老师做的 还有世间老师一起做的 像这个东方时空里边 老百姓的故事 那就是爆款 那为什么是爆款呢 其实就是因为 在这个之前的这么长时间的创作 我们一直忽略的 一般人的价值 一般人 对一般人的生活的关注 在那个里边得到了一种被重视 于是大家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种影片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 当然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太强的一些商业的 一些这个产出 但是终归它带来的社会的影响 每个人重新来看待自己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我觉得我的创作 其实都来自于 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到 每一个个体 它的价值 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我是觉得 就这样说过来吧 虽然有点虚 如果大家下面有一些创作者 也在想着自己 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不妨还是要想一想 到底我们在这里边要说一点什么 这个 现在当然这个 有很多漂亮的男孩女孩 做些有趣的事情吧 当然有不有趣 每个人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是我 在我看来就是 如果作为一个创作者 或者作为甚至一个运营者 我们也要看到 它到底背后 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个 个性的 重新的定义 它是一个 自我认知的 重新的发展 我们可能总是要把那个点 提出来 这个点对于创作者而言 其实就是一种指导 他可能 总在想着 如果是这样一个方向 或者说如果这个题目 本身的故事 支持这样一种方向的 一种创作 那么可能我在 有效地提取 我的素材的时候 我总要找着 和这个点 连得比较近的一些内容 而反过来 我想可能从运营的角度而言 如果能从 这个根子里边 发现这样的一些 打击中人们心中的 柔弱的 或者是 易于感动的点的话 可能 可能这种运营 就会更成功吧 因为事实上 我们也都经过了 不同的运营的一些策略 因为我有幸做了 这个奇遇人生 就是我也发现了 就是一些表面化的运营的手段 当然也可能带来一些 及时的流量 和一些相对更深层的 一些考量 它中间的一些区别 我想可能 一个立体的策略 是有效的 是必须的 我们也要想到 这个明星艺人 大家可能对他 有什么样的一些 想法 或者是希望了解 什么东西 李诞 他结婚了 于是李诞结婚了 有一个很准确的预判 认为就这几个字 就可以带来 五百万的流量 大家比方说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是不成为 爆款的基础 它可能损失 就像一个洪峰 大家都来交谈一下 然后就过去了 但是真正的 甚至在一个 比较长的阶段里面 能形成一种传颂 甚至能形成一个 大家讨论的 一种品类 我觉得才是一个 真正成为爆款的基础吧 好 完了 那就差不多了吧 我这个应该也讲了 反正有虚有识 但是呢 其实更多地讲的是 一些我的体会 和一些感受 但整体呢 反正我觉得 无论是对于创作者 还是作为平台方 我觉得就是 如果能 不拘泥于我们已有的 已经取得的经验 而如果能进行 更多的一些创造性的 一些思考 同时呢 任何一个内容的创作呢 带着自己 更底层的 一种价值理念 我觉得呢 无论对于长的 还是短的视频的创作 都可能带来一些 根本性的一些变化 而这种变化 有可能呢 是带来未来 这个新的增长的 一些契机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啊